今天是新的一天 无论你做了什么 主会宽舍你 神想先改变你的心 才改变你的处境 我相信神会持下平安 透过你带给这个相同的世界 各位朋友早晨 欢迎收看《权能时间》 还有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各位《权能时间》观众早晨 又来到我们《权能时间》 跳跃香港2024特輯的时间 今年我们特輯邀请了很多位朋友 接受我们的访问 这些朋友包括在职场服侍很多年的牧者 也有关顾青少年和福音工作的牧者 也有关顾单亲家庭的牧者 也有职场的朋友 我们很相信透过他们的分享 透过给大家能够一个积极的人生 还有在生命上能够学习以靠主 能够活得更加丰盛 透过他们的访问 你会见到他们面对困难挑战 仍然能够跳跃人生 是很重要的就是靠着神的话语 还有定睁仰望主耶稣 但愿《权能时间》特辑能够成为你和我的帮助 祝福你 《权能时间》2024香港特辑 跳跃香港 我们的嘉宾有 香港福音圣会总教士陈一华牧师 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荣优校长梁丽美校长 香港医院院牧师工 义务总教士梁智英牧师 基督教灵实协会行政总裁 林静才医生 香港圣公会东九龙教区主教 国智披主教 大卫城文化中心总监 吴震志牧师 《权能时间》2024香港特辑 跳跃香港 今天的分享嘉宾是 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荣优校长梁丽美校长 稍后在节目的里面 梁丽美校长会分享她的见证 敬请收看 在圣经马太福音19章26节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时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今天 萧维柏牧师的信息是 用信心接受神迹 萧维柏牧师提醒我们 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做 我们是梦神所爱的儿女 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他鼓励我们 以信心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并且准备好去接受神迹 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时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这时不能的 在人这时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的节目是相遇广播 如果你的电视机是有栗音设备 你就可以选择收听权能时间 以英文原声或广东话配音 在神凡事都能公布 在神凡事都能公布 Giver of Immortal Thomas pair with us with the light of prais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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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早晨 欢迎各位家人 跟你一起真的很开心 好好的提醒 更大的信心 是来自聆听更多 神在圣经向你说的话 然后实践出来 意义在这里 你是蒙爱的 很高兴你在这里 我们以祷告开始 天父 我们感谢你的圣灵 我们奉耶稣圣命祈求 你会帮助我们 充满你的能力 生命和美善 我们祈求神啊 你赐意念给我们 是引领有动力和封诚的生命 天父我们祈求 今天你的名秘高举 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奉耶稣圣命祈求 所有神的子民说 阿们 请你转身和身边的人说 神爱你 我也爱你 预备今天的信息 在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 耶稣说这声话的时候 有一个会堂主管来 向他下跪说 我女儿刚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他就会活过来 耶稣就起来跟他去 门徒也跟了去 这时有一个女人 患了经血不止的病友 十二年 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裳碎子 因为他心里说 我只要摸他的衣裳 就会传遇 耶稣转过来看见他 就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从那时起 这女人就传遇了 耶稣到了会堂主管的家里 看见吹鼓手 和乱哄哄的一群人 就说 胎虚罢 这女孩不是死了 而是睡着了 他们就嘲笑他 众人被赶出后 耶稣就进去 拉着他的手 女孩就起来了 于是这消息 传遍了 那地方 阿门 阿门 各位《权利时教》观众 早晨 又来到我们今年的特緝时间 我们今年的特緝就是跳跃香港 今天我很开心邀请了好朋友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多谢 这位女士就是 盛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的荣优校长梁丽美女士 你好 你好 梁校长 你好 梁校长 梁校长他本身在教育界多年 应该接近50年在教育界春风化雨 这么多年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生 但更加难得的 在过去的20年 他很积极传言福音 让他的学生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这是令到我们非常感动的 所以我今天邀请了梁校长上来 接受我们的权能时间访问 以及听听在他人生经历里面 信仰 怎样能够在他的教育里面 能够一起融入 一起来帮助这些年轻人 梁校长 我很想知下 你是 据我所理解 你一毕了业 师范毕业 就投身教育界 可不可以讲一下你的经历 你的人生经历在这个之下 好 其实我自己不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 亦对教会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 中学、小学 小学、中学都不是教会学校 直到我做老师 主耶稣就进入我的生命 我这一生人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里面 我只教过两间学校 第一间是中华基督教会基治中学 好像是在观堂 对 是在观堂基治中学 第二间是在1982年 我入职圣保罗男女中学 当日是下午小学 就是做老师的 而这几十年时间内 真是神的带领 令到我能够信主之余 还将福音带给我们的孩子 带给我们的家长 刚才我说过你教书的时间是未顺主的 是的 那你是怎样顺主的 是的 其实当圣保罗男女 即是坚尼地道小学 在1999年 当日在坚尼地道设校舍 因为最早的时候 1982年入去 就是下午校和上午校 1999年就变为全日制 是的 就是搬到坚尼地道校舍 当年是由李端怡校长 接任圣保罗男女 坚尼地道小学校长 李校长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从小已经在圣保罗堂长大 你看到他真是活出基督的样式 李校长来到之后 我们又转了全日制 宗教氛围真的浓厚了很多 因为只是课外活动 我们已经有Super Kids 有基督小征兵 还有早土的时间 亦有五间广播 都有将福音的讯息传给小朋友 我在接着的2000年做副校长 我很记得李校长很希望我能够顺主 其实我很多时候都会有听福音 会读圣经 因为学校也有很多读经时间 唱圣诗 小孩感谢歌 讲道 很多时间都能接触到 神的道理等等 但真正仰望主 我未去到这一步 李校长就开始 叫我回礼拜堂 亦将福音的讯息带给我的 当年有一群很好的基督徒家长 他们也帮很多侍奉 Super Kids 基督小征兵 也由家长协助带领 还有家长也会有祈祷会 后来家长告诉我 原来他们和李校长一起 为我信主祈祷 很难得 当中包括了容先生 你的太太 感恩 因为容太当年作为家长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家长 跟我们的家长们一起祷告 带领放外活动 福音事工 所以也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 神一直带领着我走前面的路 我有印象 当时的家长是很热心的 是 帮一些学生 教很多福音营 很多的工作 甚至圣经济教导 教养孩童走当行的路 是道路有不偏离 是 是 不过刚才梁校长 你这样说 其实我们体验到 就是一个学校的 基督信仰氛围 不单只影响到学生 甚至可以将福音影响到老师 是 老师也因此而蒙福 是 这是绝对的 因为李校长 我很记得他有说过 他说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 这么好的恩典 我一定要介绍给人 是 副校长 你是在我旁边最亲民的人 是 好的东西我不可以不介绍给你 是 对 我也挺听话 我真的跟着校长一起去 礼拜堂 去保罗堂 是的 也是 当我们的基督徒家长 做很多福音事工 我也有参与 福音晚会等等 2007年 我就恒常离拜堂 恒常离拜堂 2009年 我正式洗礼 感恩 是的 更加感恩的是 我和我先生 一起受众 是一起洗礼 是的 一起 真的 将主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 以及高台 感谢主 劉长我想再深入问一问 是 刚才你说过信仰的氛围 是很影响到你们对信仰的追求 是 除了这件事之外 其实你自己有没有个人很特别的经历 有令你去缺自信主呢 有 有 有 刚才说过 我是2007年开始恒常离拜堂 是 2008年 我就参加啟发课程 是 是 是 更加认识主耶稣 是的 认识祈祷 是的 以及圣灵是谁 是吗 Alpha有一个特别 就是去到中间的时候 是有一个AlphaChamp 是 亦有决志 当日其实很感动 我们除了读诗 唱诗读经祈祷之外 还有牧师带领我们 一起去 讲道理给我们听 啟发课程的内容等等 最后就决志 我很记得 当日有十七八位 我们的礼拜堂的兄弟姐妹 一起去参加啟发营 他们每个人都走出来决志 哦 感恩 但我是没有走出来的 为何呢 我可以告诉你容生 当时我受了很多世俗的祭肘 好 所以一句经文 即是现在这个时刻 是进入我的脑子里面 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以及其上一时 是的 是要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 但是当时我做不到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 那时间很有趣 是2008年我参加Alpha 真的想顺住 但是那时与此同时 我们李校长就宣布将会退休 新校长的轮选 是公平公正公开的 但是坊间亦都知道 很多说法 因为始终我在圣保罗 已经差不多三十年了 当年 李校长一定是你接任的 然后也说 所以你呢 就回保罗堂 所以你去信主 你信了主更加容易去做法行者 有无敌立的感觉 好像是 是的 我过不了这一关 佣先生 我过不了 我真的不是 所以我当天没有缺制走出来 好了 到了第二堂的Alpha 我很记得 是 胡偉豪牧师 当年是我小学的同事 现在已经是圣公会的一位牧师 我真的跟他说 我说韦豪 我说我未受圣灵感动去缺制 韦豪跟我说 他说 副校 圣灵不是电 不是你捉电 我就信主了 是你在生活中感受到主的恩典 然后很有趣 接着星期六晚上 我和我先生去我哥哥家吃饭 说到信仰的问题 我哥哥就问我 他叫我阿妹 他说 你是不是真的信主 我说是 他说 你害怕什么 你真的信主的时候 爱家人任何的说话 你不需要理会 对吗 对 然后很有趣 他叫我旁边的先生 阿孙 你要支持你太太 很好 你哥哥 对 要支持你太太 那晚吃饭后 第二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 我去礼拜堂 当时我先生未跟我去礼拜堂 礼拜堂有洗礼班 我沿了礼拜堂 看见胡偉豪牧师 他会来 然后我说 韦豪有洗礼班 我很记得他说 副校 参加洗礼班 就是你真的 是真的 我说 是 我是信主 我坚心信主 然后我打给我先生 我说 我现在有洗礼班 你跟我一起 我猜不到他说 好 原来我先生五岁 他回了几年主日学 但之后 因为带他回主日学的孤长过身 所以他没有 原来圣灵的种子 都已经种了 于是我们两夫妻 就一起去洗礼班 同年同月同日 2009年4月12日 我们两个就一起洗礼信主 4月12日这么特别 这个日子 复活节 复活日 我也是4月12日生日 所以这个真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信了主之后 生命真的改变了 容先生 圣经有告诉我们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我觉得在我们两夫妇的相处里 神的话语是永远带领我们 是的 两夫妻怎会没有拗叫 但要揭力普通圣灵所致 合而为一的心 对 就是圣灵给我们要合而为一 让我们能够 真的有那种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去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其实连我先生支持我 和我们两个一起走主的 带领我们的道路 我听你刚才说的建议很感恩 因为你是摆脱了世人的思虑 下岸忧虑 你纯粹按你圣灵的感动 憑信心就走上去 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一定不要 圣经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耶稣敲你门的时间 你就要开门 不用你外面的事情 因为你是和神交代 你不是和人交代 如果你错过这个机会 你就没有了一个蒙福的机会 当然神爱你 仍会有很多机会给你 但是越早信主是越感恩 越走上蒙福的路 所以真的很感动 很感恩 是很开心 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个建议 刘长我想再问你 你信了主以后 人生就会不同了 如果我听你讲 你的人生经历 其实你在做教育界的时候 你已经做得很好 已经很有外心 就帮你的学生 年轻人 或者小朋友 当你信了主以后 在你的教学 或者管理学校 或者带领学校的服侍方面 有没有什么不同了 非常不同 龙先生 李校长是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坚深信主 他带领整间学校有基督的氛围 以及真是引入了很多家长的基督徒的移工去帮忙 令到我们基督教的那种气氛更加热切 我也觉得他很放手 给家长去做 是的 所以到2011年 我接任了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的纲位 我真的很记得 当日当李校长交这个棒给我的时候 他说 梁丽美 你最大的使命 是要扩大圣保罗的和场 阿们 用更加你的努力 你的真是生命 去感动更多的小朋友 家长老师去纯处 我永远记得 校长给我的这个使命 我相信也是神给我的使命 在我接任校长之后 其实有几件事 我觉得我必须要去做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刚才容生你也说过 针延22章6节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 我知道我们不是所有老师都是基督徒 但是我们有爱 信、望、爱是我们的校份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所以在教员会议 每一次的教员会议 我们有校目 留校目 也是我人生灵命上的啟蒙老师 留恩妙校目 校目和我们祈祷之后 我就会将这个金句 是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路 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 这个金句打出来 我希望我们的老师知道 我们教养孩童走当行的道 是什么道 这是神带领着我们去做的道 有好的品德 有好的价值观 亦都活出基督的样式 我们做的事情 不是只是打出来 就叫老师去做 而是我们整个氛围 都是一个爱的氛围 爱不是匿外 是关爱 老师、关爱、同学 就算我们的职员、公友团队 我们都希望他们对学生有这种关爱 而我自己 其实我人生最喜欢 我的使命就是 我很喜欢教学生 我很喜欢教小朋友 我很记得在我接任校长的时候 曾经有人问过我 梁校长你是喜欢教书多些 或是做校长这个纲位 我的回答是 我一定希望教育我的小朋友 不是教书 而是育人 但是 但是 神给了我这个纲位 我觉得他一定有他的旨意 是 神希望我能够带领团队 去发挥这种爱的精神 是的 当你领导你的团队 更多去辱人 就将你一鬼辱人的效果 将它乱人 希望神给我这个能力去做 我真的很喜欢教导小朋友 跟他聊天 有时小朋友都给我很多启迪 但是做了校长 便无法教学 那怎样呢 神圣灵感动 我便做了一个叫校长信商 是 不是就这样信商 我们有位基督徒老师很好 他和我想了一个好的名字 让小孩到我借女来 我是很鼓励每一个同学 他写信给我 他写信给我 我会去回信给他 亦都会见他 和他一起去聊天 更加重要的 我会和他们一起祈祷 我举个例子 其实十年做校长 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不过其中 都有几个例子 令我印象很深刻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 有一位同学 寄信给我 他说 梁校长 我常常和我弟弟吵架 都和他打架 我不想这样做 但是我冷静不了 校长你教我怎样做 这个学生很单纯 很可爱 我的小朋友很可爱 接着我回信给他 我在信里面写 我说 小朋友我们很开心 你可以和校长讲你的心事 我说 如果你有时发生气的时候 你去深呼吸 然后去祈祷 神啊 求你帮助我 有这个忍耐的心 然后我用了一个圣经的金句 大家互相勉励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忍耐 我见过学生的时候 我和他祷告 有 Booker 搞定连连的圣经 原来令那堂 有神都感受到 逌给我的恩典 也不是要我给奉典学生 全淹人之内 就是跟他们亲密的接触 就是牧养小羊 tenants 剛才你整個分享 說到愛你的學生 用了林多前書十三章 是的 愛的篇章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永不止息 但你又提到不是戀愛的學生 所以我相信你對學生也有很好的教導 如果他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做錯的 你都會在愛裡面提醒他 聽他聖經講的愛心說誠實的說話 問題最重要的是你用什麼方法引導他 帶領他 如何在愛裡面引導他走前面道路 這是很難得的 其實每一件事 學生當他成長的時候 在愛的環境內成長 他們要知道他們要當行的道 當行的道是什麼 其實我們做每一件事 都要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任 當他做錯的時候 不要緊 你要知道錯而去改過 其實我們整個團隊都是用這個愛的精神 去教導學生 他為他的行為負上責任之後 最重要的是我們讓人看到你的好行為 他很開心地繼續享受他的學校生活 所以當你們服侍主時 你們的生命見證就很重要 有學生在你身上見到主耶穌的愛 看到主耶穌的生命 即是生命影響生命 生命影響生命 或者我和容先生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個 我自己覺得很重要就是 祈禁每逢學生有大型的活動 出去比賽 或者是任何的 譬如甚至福音營等等 畢業營的活動 我一定和他們一起祈禱 對 事前的是祈求 事後的感恩禍告 在這裡我很記得 有一次足球比賽 我那群學生踢足球 好像踢到十六強、八強、四強 到最後那兩隊 到最後那兩隊 決賽 決賽 在維多利亞公園 我有去看他們 去支持他們 跟他們打氣 校制杯他們是嗎 好像是校制五人足球 尤其是比賽 是的 我真的很記得 打到決賽 勝負難分 最後射十二碼 射十二碼 一射那個球 其實應該是能入球 是 但他們 拋棄了龍門 飛了出去 於是我們的學生 是拿不到冠軍 很失落 很失落 求證吹雞 是嗎 我第一時間 我衝上前 抱著這群學生 一起祷告 是 我說 神啊 感謝你給這個機會 陪我們學生發揮我們的潛能 拿冠軍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們已經做到最好 沒錯 神啊 在你的心裏面 在校長、老師、教練、父母心裏面 他們已經是拿了第一 因為他們盡力去做 所以跟學生騎完討 他們哭 哭得很厲害 不要緊 你哭 因為他們發洩 但是發洩完之後 正向思維 是 你永遠記得 神 不是記得你輸了那場播 是記得神帶領你 父母如何去支持你 是 教練、老師、天父如何去支持你 其實你剛才這樣抱著他們 擁抱他們 其實是很感動 我聽你說的 我也很感動 我想學生都很被你的愛感動 而且你給了一個很正面的信息 其實人生不像一場比賽 人生是很多不斷的挑戰 但你願意不斷努力 做得最好就可以了 我們不是每個都為第一 但盡力能力做得最好 這就是比賽的最終目的和精神 是的 而且在《聖經》說 都配合的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存 是的 或者容許我再講多一個例子 好嗎 我們每年都有音樂節的比賽 學生亦都很努力去練習 當然音樂老師亦都很用心去訓練學生 每一次出賽時 我都會跟他們討告 要他們發揮最大的潛能 唱歌是為了榮耀天父的 不是為了取得第一的 我很記得那次就是初小合唱團 去比賽 我參加不了 因為我要去一個校長的課程 是的 我想是去到四點多時 我帶隊的老師 我還記得是女主任 她就WhatsApp我 就說他們取得第一 我當時說恭喜 但是女主任說 他們很沒禮貌 有些學生 其實所謂沒有禮貌的意思是 他們可能坐得太久 而且當他們比賽後 他們沒有留心去聽其他人去唱 有時未必一定唱得很高的水準 可能有些同學在聊天 不留心 主任跟我說 她說 我覺得他們的態度很需要改善 容先生 我想告訴你 我在尖沙咀上 我立刻衝去 我只要請女主任 麻煩你們請她在金鐘下請 不要離開 校長會回來 我立刻坐地鐵 過去金鐘 他們剛剛回來了 整群學生以為我會恭喜他們 因為他們取得第一 我教訓他們 主耶穌叫我們要做什麼 謙卑 謙卑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恩賜 你們要謙卑 要留心 要學習 接著 我在金鐘那個平台 即是旅遊車落車的地方 因為我和他們一起祷告 我相信 學生會記得 他不是記得他取得第一 他會記得 我要學習 我要學習主耶穌的謙卑 點點滴滴 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 是神一直帶領著我向前走 這些見證真的很真實 我自己也很感動 我聽到也很感動 真的春風化雨 不是 因為我性格是 心有那句口那句 有時也挺容易激動 但我想 我用兩個字形容自己 我是真 對我的學生 對我的每一個人 是真心 也真的有愛 所以我希望 我們的學生 真的可以去走當行的道 我想就算他成長出來做事 甚至可能他退休 老那天 他都會記得你這番說話 在人生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啟蒂 希望是神的帶領 對 將信仰的種子 重申而你的價值觀 放在他心裏面 神的帶領 對 這是很難得 所以在你學校六處很蒙福 其實是神帶領我們整個家長的團隊 謙卑事奉之餘 就是用愛培育學生 是 校長你可不可以跟我最後 用幾節理的聖經 去鼓勵我們拳頭時間的觀眾 因為我剛才 你剛才說的那三個見證都是很好的 一個就是你回答學生的信 一個就是足球比賽 輸了但你鼓勵他不要放棄 即是不要失落 已經進到最好 第三就是贏了 你也教他千萬不要驕傲而謙卑 這是很好的人生的教導 亦都是從主而來的話語的教導 我都是終生學習 是的 終生學習 在聖經裡面有很多很好的教導 好 比如說少年人用什麼來結成他的行為呢 是要進行你的話 或者可能很多很好的聖經的話語 你這麼多年教育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最重要影響你的一生 或者給學生的聖經是哪些的聖經 好 麻煩 在我一生裏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金句 就是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七、八和十三節 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 其中最大的是愛 這三節的經文 這三節的經文 這三節的經文真是帶出了我們整個教育的使命 和整個教育的人生 愛是包容、包含了 是整個、整個是我們培育小朋友的一個信念 而愛裏面是包括了我們要忍耐 現在我們的小朋友很多時是缺乏忍耐 還有他要相信他的能力 父母都是相信孩子的能力 要盼望 這個盼望不是一定要 我要盼望他怎樣出人頭地 怎樣去聰明 而是他成為一個蒙神喜悅的人 最後就是我們包容 這個包容是包括了 我們跟我們的家人相處 我們跟我們的同事 跟我們的每一個是肢體相處的時候 我們都有這個喜樂的心 包容的心 我們就會活出主耶穌愛的生命 回應今年2024年的主題 是跳躍香港 如果我們心中有愛 我們的生命活出愛 我們一定能夠充滿活力 是跳躍起動 來活出主耶穌的樣式 跳躍起動活出主耶穌的樣式 阿明 今天我們很感恩 今天梁侯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分享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 能夠有機會再邀請梁侯祥 上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感謝主 多謝容先生 願主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喜樂 阿明 多謝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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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Lord made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to shine upon you and be gracious, and be gracious unto you. The Lord made the light of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The Lord made the light of his countenance upon you. The Lord made the light of his face to shine upon you, to shine upon you, to shine upon you. And give you pea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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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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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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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人 耶稜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